这个你先说 那我就先解释一下 因为我就是最近也是在做一个直播 然后也是因为她 我才开始接触这个的 这也是一个兼职嘛 就是挣来的钱 也是为了能够让我俩生活得更好一点 因为这个就是多多少少也会接触到女生 要跟人家聊天 然后她就因为这个就是开始吃醋什么的 那你说我能不吃醋吗 有一次她做那语音直播 我就没事我点来看 她就跟人家女生聊得可开心了 叫人家小仙女 小姐姐 那我是什么 我觉得正常的聊天里面 不是 你平常叫她什么 就是她是我女朋友 我也叫她小仙女 难怪了 你看这就不分了 对对对 就应该分开 对啊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就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她跟人搞暧昧 是这意思吧 而且她还跟人家女生约好说 是以后去看看 我只是说一说而已 我怎么可能去做啊 她还嫌弃我吃醋 她跟人家聊天 就把我们之间的就是吵架了这些事情 就通通告诉人家 男的女的 男性 当我看见了我肯定不高兴啊 她就说我吃醋什么的 那你怎么不把那些正常的东西说出来 那个朋友 人家要回东北那边发展了 然后人家就跟我说一句嘛 然后我就问问她回家以后发展什么 然后她看见她就生气了 我觉得这东西很正常啊 然后她非逼着我把那人给删了 删没删 删了 删了啊 对 我立马就删了 那一看主持人我跟你说啊 她有一个朋友 她俩之间聊得很暧昧 我也逼着她删 结果她当着我的面删了 过后过几天又给嫁回来 没有 我要解释一下啊 那个朋友的话跟我是十几年的好朋友嘛 因为我一直也是保持联系 当时她吃醋 那我就当着她的面我肯定删呀 但是我也不能就是因为有了爱情 然后就把十几年的友情给抛弃 那我好歹也要给人家一个解释理论嘛 哎呀呀 然后后来我就偷偷地才嫁回来嘛 啊 她无理程度还有一个事情啊 就是那我准备买回家的机票嘛 火车票 然后我当时跟几个男的同学啊 一起回家嘛 然后他们买火车票的时候把我拉下了 然后我就一个人挺失落的 我自己一个人我准备买火车票嘛 然后一个女老乡就过来问我机票的事情 结果刚好就是两个人是一班飞机 当时我肯定也高兴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伴啊 然后我就顺势问一下 人家要不要一起就是买那个火车票 然后一起结伴回家 不是一班飞机吗 怎么有火车呢 因为当时去坐飞机的话要坐火车 然后就是得结伴回家嘛 然后那我觉得没什么 就是正常的结伴回家 然后她当时就在那里就看到这个之后 她就各种闹 然后当时也闹得挺厉害的 觉得挺正常的 我能解释一下吗 不不解释解释解释啊 就是有一次她去洗头 然后我就看她手机 正好看见这个短信 她跟别人订了一个票 你说她这事从头到尾就没跟我讲一声 而且我后面发那个聊天记录 她主动问那女的 就是要不要一起买票回家 那你说我能不去忙 那女的能说啥 当然说一起呗 那最后那女的跟她说 那你帮我买一个上铺 一个下铺 她那时候就特别听话 可是我真买了一个上铺 一个下铺 那平常过时 不然你的想法应该怎么买啊 我觉得你知道你有女朋友 你隔一个车厢啊 你别一起啊 我觉得没什么 而且上铺 下铺中间 还隔着一个中铺呀 不不不 隔着行吗 你们在空气里面已经较织了 你知道吗 这不行 这个小姑娘今天来干嘛 我觉得现在她能改一改 哦 改一改 网上有句话叫什么 解释就是掩饰 是吧 今天我听到的两位 说的最多的一个词 男生说我解释解释 女生也说我解释解释 要按那网上的说法 你们都在掩饰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 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来 颜老师 其实我还是觉得两个人挺可爱的 一对小冤家 听起来啊 你们生活焦距的特别的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当你们都能够多少 从爱情中摘出来自己 关注一下生活中其他的 也很有意思的事情的时候 你们的爱情就不会是 那样的紧密到 甚至你打我一下 我还一下这样的程度 而是一种互相的督促成长 互相的帮助进步 这就变成一种 良性的情感交流模式 稍稍地拉远一点距离 多去给自己一些空间 就会让你们的爱情 能够相对长久一些 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 好吗 谢谢 谢谢